来关注基隆市万木山岸边 在昨天下午发现了一颗未爆弹 大约一公尺长 海船人员获报先赶往现场 拉起封锁线 再交由军方防暴人员接手处理 初步检视未爆弹的外观老旧 没有违安的疑虑 不过弹药种类不明 后续由国军以防暴毯包覆带回鉴定 黄色的弹声外壳斑驳 未爆弹倒在垃圾堆旁 就怕会有爆炸疑虑 国军带着防暴毯 小心翼翼进入封锁线现场 上个月31号下午2点多 有民众通报在基隆外木山 湖海路1.9公里处 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 大五轮及外木山安检所获报 迅速赶抵现场 拉射封锁线管制人车进出 有国军卫报弹处理小组 评估该物品无违安疑虑后 于4点45分时将该物品送离 经测量这枚卫报弹长118公分 直径20公分 虽然经国军卫报弹处理组人员初步检视 卫报弹外观老旧 没有违安疑虑 不过弹药种类不明 为了保险起见 已经由军方以防暴毯包裹 待会鉴定 呼吁民众在海上或暗季发现疑似卫报弹 应立即回报海巡人员处理 切勿随意减时触碰弹体以及破片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